高以祥的离世确实带给了大家巨大的悲伤 毕竟 如此阳光温暖的一个人就这样意外地离开了 大家确实是难以接受 但是他的家人朋友以及女友所承受的悲痛确实不比我们少 尤其是他的女友Bella 如果没有这一场意外 两人现在估计也已经成为一家人了 在元旦当天 他晒出了与至爱的合照 并且还配文 永远都不会与他分开 这本是一件人之常情的事情 只是没有想到 居然会成为了疯狂香蕉 CPU粉们攻击他的理由 从网友晒出的照片来看 这些疯狂的粉丝们用非常恶毒的话去诋毁他 并且为了支持自己的偶像 还公然骚扰遇见王力川的导演 让高以翔身边的家人朋友都不堪其扰 无奈 高以翔官方微博只得发出声明 警告粉丝 若是在做出类似侵犯他人隐私 以及诋毁名誉的做法 将会追究其法律责任 请尊重他人隐私 高以翔粉丝集体发声 谁都不能以爱之名为所欲为 其实 早在高以翔离世不长时间 便有很多黑心商贩用卖他生前的物品 以及求医来谋取暴力 但他们所销售的商品大多都是假货 更有甚者还挖出了高以翔的隐私 散布一些他从未做过的事情来博取众人的关注 从中谋取暴力 其卑劣的手段令人不齿 让他的挚友都忍不住替他发声 深恶痛绝地斥责这一些造谣者 表示他们根本无法让自己的兄长安息